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玉龙 你好 我是杨佑 我真 这就是你个耳朵 快点给别人送你回家 这一次两位搭档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形吗 第一次见面是我们订装的时候 我当时刚贴完头 你说吧 你还原一下 刚才我进来之后 没有认出哪个是你 对 他没找着我 因为那个韩颜导演和二江江导演 头发都跟 都是寸头 都是寸头 还都是男人 对 跟妈妈说的真的是相差很大 然后我就发现化妆台上那个才是你 然后见到你的时候就是 有点紧张 有点害羞 所以你见朱玉龙之前 你在心目当中 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 你不认出 确实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人 头发 妈妈在撕下的时候还是跟我 表述了一下 对 就是跟我看了一下他的介绍视频 当时你觉得这个人演在戏里当中的这个角色 期待吗 那个时候 我还以为他的头发就是那样那么长短 可是呢 剃了 其实在看这部电影 一开始我觉得你的形象就非常的加分 也让我们完全进入到了那个情形当中去 我看到了你当时剃的时候拍的那个花絮 当时韩颜导演说不行还不够短 这个你做了一定的心理建设吗 要剃那么短的头发 其实还好 因为演一个跟自己反差比较大的这样的人 你一般会先从外形着手 尽量把自己的元素剃除掉 你反而会更容易进入一些吧 所以剃短之后一下就有那个演这个角色的信念感 对 增强一部分信念感 是谁啊 我记得韩颜导演说 从你剪了寸头之后 大家就没有人叫你朱一龙 都叫你三哥了 我觉得肯定也是韩颜导演要求的吧 组里不管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包括摄影师包括其他的演员 所有人看见我都喊三哥 很开心 你是上天中的拍人怀老虎了是吗 怀老虎 你是觉得老虎还不够倒霉啊 老虎说妈呀 就活到草 可老虎说妈呀可老 这一次是用自己的家乡话来演 武汉话 要不要先用武汉话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他是杨安尤 悠悠呢 你要用你的四川话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 我叫杨安尤 今年八岁了 那位是朱一龙 这都是纸狐狸 跟你手高的一个炒老虎一样 假的 他有名字叫朵狗 所以这一次两位用自己的方言来演这个角色会觉得更自如一些还是会提前做一个这个语言上的建设 我从学变案开始一直你原来尽量是要克服自己的家乡话 对在电影圈训练的时候你要尽量把普通话说好 然后变方式原节奏也都是普通话的变方式 所以这种大量的需要用自己家乡话当时感觉可能会很自如 其实不是会很不习惯 然后适应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那段时间你戏里戏外都在说武汉话吗 汉谱 这一次你在片场有很多即兴的发挥吗 包括在台词上 这个电影因为它很接地气 然后这个人物也很真实 所以希望它能更生动一些 然后他又是一个武汉人 对 然后我就会把自己之前的素材 在武汉生活那么多年 自己脑子里的素材尽量让这个人物更丰富一些吧 你觉得拍哪场戏的时候 是让你最有那个回到武汉的市井气息的那种感觉 我们拍戏的主场景是在一个巷子里面 我们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 然后那些叔叔阿姨看见我都用武汉话给我打招呼 让我去家吃饭 就是当时突然一下就特别新鲜 所以真的是回家拍戏的感觉特别好 又又你觉得四川话演戏有困难吗 就是刚说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变了 可后来就觉得变了 岳岳我觉得她是一个感受能力 特别强的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就是那种老天爷赏饭吃的这种小朋友 因为特别灵 然后他现场很多时候 他会给出非常真实 然后非常就是在超乎预想之外的一些反应 都特别好 很多都是即兴的一些发挥 是吧 我给你的火 飘在天上落在心里 小燕之痛 其实在戏里有很多你去吼他的部分 迫于剧情没有办法要这样去表现 其实那个瞬间会不会很矛盾 其实在拍戏的时候 我尽量把朱一龙给就是剃除掉 因为小朋友 然后第一次也是跟我也在探索中间 一个怎么相处方式和表演方式 你肯定不能像面对大人一样 像自己平时习惯的创作方式去做 所以在整个拍戏过程中 我就尽量自己就是三哥 然后在戏里戏外 我都是以三哥的行为方式 说话方式再跟悠悠交流 所以他会烦我 所以他一直很烦我 因为三哥就是跟悠悠之间关系就是这样 欢喜原来讲 他们经常会吵会闹我 但是心里其实都一直很在意对方 我看到你们俩在片场的时候 特别默契的那个拉钩 是吗 是怎么做的来着 拉钩 盖装 这样剪剪 好奇 这简直就是特别默契的组合 我看你跟导演就没有这个默契是吧 因为导演他用的是左手 我们用的是右手 所以整个片场你最喜欢的是谁 整个剧组 我最喜欢的是导演 所以你刚说完 我告诉你们现实吧 你说 就是里面不是有一个白雪和一个剑人吗 就是他们三个人都是大人吗 如果我一会喜欢剑人 他们俩不高兴了 我一会喜欢白雪 他们俩又不高兴了 因为我喜欢他 他们俩又不高兴了 所以我要照顾他们的持续 所以 对 我还是觉得跟导演也好一点 因为你说导演的话 他们三个都不会有情绪对吧 动作我们一到镜上他就会拍得太难了 说每天带着你们这几个大人太难了 每天得端水 端水大师 最初是海燕导演找到你的吗 他是怎么说服你来演这个角色的 还是你一下就被剧本所吸引了 因为之前海燕导演我也一直特别想合作 我们俩也一直说什么时候 有机会一块拍一个电影 然后刚好就这个剧本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说你敢演吗 我说那有什么 激将法 对 激将法 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那就来吧 然后剧本故事 我确实也很喜欢 真正和这个行业的人交流之后 你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就是关于生与死的这个教育 大家讨论的也很少 其实自己小时候也会困惑这个问题 就是之后去哪了 也会害怕自己亲人的离开 就是自己会很担心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大了 我觉得这个电影 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 就是既然你不知道去哪了 那你何必不如相信 它就变成天上的星星 就每一颗星星都代表一个 离开的但是爱我们的人 我想一听不到外婆的声音了 是不是 外婆没有消失 对 跳到天上 天天星星的 离别总是伤感的 所以在电影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 比较悲伤的一些画面 大家都说你的哭戏是很绝的 又一次贡献了非常精湛的 这个哭戏 你是当时怎么样去把握 那个人物情绪的 像三哥 我不太想提前去设计 就是他该怎么哭 他该怎么笑 我没太想这个事情 就当一段时间之后 你成为三哥家的时候 他该怎么反应 他会怎么面对小文 会怎么面对父亲 然后去自然反应就好了 悠悠你还记得在片场第一次 看到他哭是哪一次吗 第一次应该是在幼儿园 是吧 应该是幼儿园 你看到他哭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就觉得心里 他怎么那么快就哭出来了 那场戏就自然反应 他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然后他看见我那场之后 他就把我头抱住 看回放的时候 我自己就还挺感动的 其实你拍的这几部电影好像都和生命这个主题有关 像穿过寒冬拥抱你 是在拥抱生命 风暴是在挽救生命 人生大事是在送别生命 所以你是不是对生命这个词也会有全新的理解 对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每天活得精彩一点 然后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去做 然后自己想完成什么目标去完成 然后就挺好 嗯 又又你下一次还会期待和他的合作吗 期待 想让他演一个你的什么角色 演个你同学 嗯 同学有那么大呢 下一次你期待他什么发型 长的 然后呢 扎两个小球 哦 你这个发型是吗 那到时候你要给他当造型师才行啊 希望大家来看我们的电影人生大事 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 然后支持我们的电影人生大事 我相信这是一部可以温暖 温暖人心的电影 以后 不会把我忘了吧